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個範例 剛剛提到這個 就是所謂的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因為網路上我找了一下 這個網站好像還蠻完整的 當然你們可以找別的網站來練習 這個網站的話叫樂透雲 裡面的話就是一個表格 剛剛有示意過 裡面的這個表格 我要怎麼樣去把裡面的資料 給全部抓取下來 OK 首先當然我們可以直接在網頁上按右鍵檢查一下 檢查之後的話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就會出現什麼 出現它的標籤 當然你可以在日期這邊按右鍵 它會直接停在日期的這一個標籤裡面 因為你在日期是一個儲存格 所以它停在的位置一定是一個TD 對不對 OK 然後呢 當然你在網上看會TR 然後再網上有個TBODY 不過TBODY這個有點多餘 我覺得不用抓 主要是這個TABLE 那你會發現另外一個特徵 TABLE的後面有一個 看得懂叫CLASS有沒有 CLASS的話這個名稱也可以拿來當成第二個特徵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抓這個大樂透表格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當然如果你不要細部去抓儲存格資料 你只要把一個TABLE裡面的資料全部抓回來 但不切割的話啦 不過一個TABLE變成說裡面的資料就變成它會亂亂的沒有切割 因為我最終我是希望在每個資料的中間一樣加豆點 就將來可以類似直接可以把它存CSV的話 那就直接以Sale打開 或乾脆直接存成以Sale算了 OK 那怎麼做 所以我目標是第一個把大樂透的這個表格資料下載下來 第二個幫我存成CSV或者是以Sale 這樣怎麼做 OK 所以我大概知道三個標籤 當然我們剛剛練習啦 其實說真的像有沒有那個P有三個P 我抓Body不就好了 到底是不是差不多 所以我知道TABLE 所以這個TABLE它的特徵有兩個 一個是這個TABLE 然後後面有個KS 所以這個特徵就足夠了 那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一樣拿剛剛這個來練習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原始碼 我是放在底下這邊 這一段完整程式碼 你把這一段 我想你們先不用抓這麼多 到SP好了 底下這個可以自己寫 所以底下的話 我是建議你們如果要複製練習的話 你可以複製到這邊就好了 Input 然後一直到SP 這一段 底下我們自己寫好了 底下我是有寫啦 不過我們先直接拿這一段 到SP把它複製一下 那貼的話一樣是開一個新的Module把它貼上 OK 那這邊的話先跟各位說一下 這邊到底有哪一些重點 第一個的話就是它的UIL UIL實際上就是一串什麼 一串網址 所以 UIL等於 實際上就是 雙引號 裡面的話就放什麼 放剛剛的那個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 我們直接把這個上面的網址複製一下 貼到UIL裡面就對了 反正這裡面就放一個網址 OK 那你會發現 這個網址其實 還有一個可以變的地方 就是它的網址是 Indage Page 等於1 那1不是第一頁嗎? 如果你要第二頁的話 你只要把這個參數改成2 就第二頁 意思類推 總共74頁嘛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可以抓第一頁下來之後 之後的底下的頁的話 我只要變更這個數字 就可以抓其他頁 所以我是寫個回圈 for i in range 然後我就從1開始 到點 結束的地方的話 那就是因為到74 所以給它75 74的後一個 75 然後 括弧冒號 enter 就可以把這個範圍 這個地方加那個i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 等一下再講 OK 所以這個地方網址 那再來的話 encoding 編碼方式的話 我給它utl8 這應該都沒問題啦 編碼方式 然後的話 我就一樣得到一個sp的物件 這個sp的物件 剛剛我們做過 所以我們用一樣的方法 什麼哪個方法 sp有沒有 點fine 點fine fine什麼呢 那我剛剛不是講 有兩個特徵 這兩個特徵應該就夠了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這個 叫做table 所以你可以把table點兩下 ctrl-c好了 你把它貼過來也可以 所以雙引號 第一個呢 我要找的是table這個標籤 豆點 再一個雙引號 我要找的是哪個類別 類別的話呢 就這個名稱 叫autostyle4 把它複製一下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取得這個表格啦 當然如果假設 你假設沒有加這個class的話 因為他這個html網頁裡面 表格數量我記得好像7個 所以如果你不指定哪一個 你可能會找到別的 你資料就不會是正確的 OK 所以如果給他兩個特徵 一個是標籤 一個是類別 好 那這樣的話 OK之後的話 那我就加一個.test .test就是裡面的資料 幫我把它取出來 那我把它print一下 print OK 把他裡面的資料 幫我print出來 那理論上他會得到什麼 那理論上就會得到 這個你前面看到這個東西 只是說因為table 他會把裡面的文字 全部取出來 但是他沒有分隔 有點像是沒有豆點 反正他得到什麼 就全部幫你吐出來 所以我把它print一下 看看結果 好不OK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得到的結果 好不OK 看一下 有出來 但是問題是你會發現 這個資料好像有點亂亂的 日期 這個東西後面又一個 什麼符號 變成說他就是 很多很多的這些東西 然後幫你呈現出來 但是他並沒有一個一個的 有沒有一個一個規則性 所以變成說你假設要再去重新整理它的話 相對比較麻煩 OK 所以怎麼辦呢 接下來我們可能要再往下一層 往下一層的話就是說 我們可以這樣做 就是把這個東西找到之後 那我就把這個資料 在上面 在上面 再增加一個變數 叫 TBL TBL這個變數的一個文字 那我就把這裡面所有的文字 通通都丟給他 所以這個TBL指的就是 那個table裡面的所有文字 那我可以再把這個文字裡面呢 再去找他的下一層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table 把它重新抓下來了 那如果呢 我要再把它細分的話 底下還有一個標籤要TR 那我如果把TR一個一個的把它抓出來 然後呢 再根據那個TR裡面的資料 把它print了出來 這樣會不會更整齊一點點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如果假設 第一步已經找到這個table裡面的東西 那第二步的話呢 我就再針對什麼 這個TBL 裡面的話呢 用一個方法叫Find All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用Find All 因為TR不只一個嘛 有沒有 TR不是一堆 你可以看到這邊不是一堆TR 一個兩個 一列的話呢 就是一個TR 所以總共的話有這麼多列 OK 那如果假設我要把這裡面 所有的列通通找到的話 那我就可以在這個Find All裡面 再加上TR就可以了 OK 這個有點像是 有點像洋蔥的概念 有沒有 先抓最外層的 放在TBL 再從這個TBL 就Find All TR 然後呢 這個時候應該會得到的是一個什麼 一個串列 因為不只一個嘛 所以我假設了 我先把第一 我先第一列先抓出來 這個地方就0 -Test 假設我先把0 0的話指的是第一列 print出來看一下 有沒有結果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會出現一個錯誤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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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這個 第幾個 第一列的話 第一列裡面的文字抓到 這個就出現了 但是好像還是有個問題 它還是全部都把它疊在一起 所以啦 沒關係 如果要把全部的列都把它print出來的話 那一樣 這邊就需要寫個回圈了 所以喔 第一步的話 我們先把這個的結果 這個fileo裡面得到的結果呢 我先把它傳到一個list list的名稱的話叫list底線TR 等於找到的所有列 先把它丟到一個串列裡面 在底下再寫一個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那這個range的話從0開始 0的話就從第一列 到整個 整個我不知道就len 然後跟它講說 你幫我算一下 這個串列裡面的總數 然後後面加一個mail 那底下的話就print 那print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list裡面的所有的資料 全部把它print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這個串列 後面加一個中瓜弧 加一個i就可以了 比如說0 1 2 意思類推 不知道幾個 把它print了一下 所以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改成 用列的方式呈現出來 列 它就一列一列的資料 有沒有 就全部把它輸出了 但是這裡輸出的結果 好像還是有點不符合我們要的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地方後面好像還是有一些符號 可以把它去掉 那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先抓那個table 然後再去抓那個tr 試試看好了